大家好 我这一颗月季现在已经开花了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花比之前的都要小 所以我就检查了一片这个花 结果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月季 我这颗月季根部这里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块非常大的根柳 这种就是月季的根柳病 洗干净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就是月季的根柳病 这种根柳病这块东西消耗大量的养分 所以就导致了这颗月季生长不良 开出来的花变少 所以这种根柳病是很难发现的 如果说平时我们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 根本就不知道它从根部这个地方出现这一块东西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把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块东西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它不断的在消耗月季根部里面的养分 所以就导致开花品质差 那么出现这种根柳病一般都是由一些继菌引起的 所以我们平时养护月季要经常给它使用一点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种带生稳心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根柳病的发生 我们将它修剪完成之后 最好是给它放上一点杀菌药 避免它二次复发 直接撒到根柳的地方就可以了 等它晾干 以后再把它图养覆盖起来 如果当我们的月季在正常生长的情况下 还是表现的生长不良的话 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它的根部 那么这就是养月季很不常见的一种病害 大家必须要注意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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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